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凝聚更多团结的力量 我们也可以看到 胡市长埋灭笑容进场 某种程度也算大进场了 三千人挤爆了会场 这是一个体育馆 尽管天宫不作美 外头在飘雨 不过场内的气氛感人 朱立伦主席就说了 棒球要打九局 所以我们现在在第一第二局 也碰到乱流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有信心和决心 一定可以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 过去 未要案是造成最大的困难 不过未要案已经还 侯友宜清白了 接下来可能都是比较平坦的道路了 而蓝粉会回头吗 我们来看看 立委参选人 自己做了总统民调 自费的 媒体人伟安就爆料说 其实在台北市 有一些比较蓝的选区 可以看到 侯友宜的民调 已经回到第二了 所以大家莫伤心 莫丧志 游离出去的支持者 已经开始回流了 那当然 蓝营的这些战将们 包括龙界仙 也一直在正背 几乎说 723之后 会重新出发 会重新整装 包括你看到 他在友台上节目的时候 有讲 国民党一直有做内参民调 可是侯友宜没有那么惨 大家不要想太多 他说侯友宜的支持度 大概在19% 20% 18% 这样子跳来跳去 虽然还是第三 可是必须讲 没有那么差 不要说什么听信 什么民众党的 党内的一个民调 说什么12% 没有 19 20%左右 而且会有翻转 经过这个低谷的翻转 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尤其最能凝聚人心的韩国瑜 现在回心转意 要来参加国民党的全代会了 所以侯友宜也有很大的回应 他说很高兴 并肩作战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众志成城 团结就有力 我们必须说 党内有同志 国民党的同志 当然有议音 有杂音 可是像是郑立文就说 我努力过了 我该讲都讲了 所以侯市长愿意出来同台 这个韩市长愿意723同台 侯友宜 他百分之百尊重 也希望看到团结 过去必须讲 有人就问了 侯真的需要喊吗 过去侯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民调也很高 我们看看这是TPBS的民调 1月16号你看看侯市长 34%的支持率 3月3号侯市长32%的支持率 是因为征召过后 当天征召当天是518 517 518的民调他还有30% 后来当然发生很多事情 如果要细旧也细旧不完 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才一下子跌到23% 这是我们TPBS 最后一次做的民调 6月18号 在接下来的7月底 还会有一次民调 那约莫就在723 全代会之后 会再做一次民调 到时候 前辞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来揭晓 就知道了 是不是从谷底 要往上翻了 不过韩国瑜必须讲 韩市长有情有义 他不想袖手旁观 他不想在 国民党最乱 最被人家看衰的时候 袖手旁观我不来 所以某种程度 要给他按个赞 下山专栏就讲 韩国瑜的信号 是不做乱世袖手人 袖手旁观多容易 我手摆在后头 这样看着你们 乱成一锅粥 可是他不愿意 他出场 是不是能够救 侯友宜的选情 不知道 他为侯友宜争取到了时间 能够摆平 国民党的杂音呢 说也不尽然 亦未必尽然 可是国民党依旧 如果死性不改 自己不想活 天仙难救 何况只是区区的 韩国瑜 他是肉身做的 天仙难救 大家要看自己的造化了 我们来看看 游盈龙 他提了一个解方 他说 侯友宜 民调腰斩的根本原因 必须你做到一件事情 因为过去 大家对你地方首长的期待 跟总统理想 总统人选 是不一样的 你要做出那样的格局 过去发生好多事 我刚刚讲 民调从30几% 一直掉到23%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随便数一数 大家就知道 包括政大演讲的片段 被封检 被剪接 封传 另外包括 在台大 陈以信 帮他补充发言 让侯友宜 看起来 有一点点 搞不清楚状况 那个形象 其实还没被洗刷完 还有包括 要不要支持 九二共事 还有你很多 赵门 你跟很多 大咖不熟 连 台北市 当部主委 黄驴锦 卢的名字你都叫错 所以这些东西 都要修补的 都需要时间的 像是在台中 造势的时候 像这样的诗言 要提醒侯市长 尽量少饭 譬如说 你在台中说 立委八席全上 可是其实有一席 是离让蔡碧如 你讲错了 包括赵绍康的专访 你还讲错了 延长兵役的事情 你这个 要不要延长一年 还是要回到四个月 这个也没有讲得 非常清楚 以后像这样子的 错千千万万 不要再犯了 来 请教亮哥 亮哥怎么看 我觉得游盈隆讲到 最重要的重点 事实上侯友宜 现在万事俱备 比如说发言人组 也都到位了 像采薇就到位了 采薇这么优秀 对啊 文宣队伍也到位了 那地方办造势 这种地方的力量的集结 也到位了 缺什么 就缺你自己 游盈隆讲的就是在讲这个问题 就是选总统不是在选执行力的 你不要搞错 你说要当执行力 你去当行政院长 去当部长 总统是要指未来的方向的 他牵扯到的就是价值的辩论 理念的辩论 路线的辩论 跟政策的辩论 他要训练的是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不断的去强调他跟民进党 赖金德的差异 这个是总统候选人最需要做的 而且你要冲到最前面 因为采薇讲的效力 不及你侯友宜的1% 你候选人自己要不断的讲话 让人家知道选你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游盈隆在劝他 就是说你真的不要以为 你是在选市长 你是在选总统 市长强调当然是执行力 因为那个范围内 你要做的就是要落实 总统不是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选总统 第一个就是要带来光 光就是道路 你要秀道路给人家看 那跟对手做对比 第二个是你的热 你的清和力 能量 因为坦白说 选区那么大 你从现在忙到年底 你握手最多握2万个好不好 你最多见到 你见到50万人就很了不起了 所以靠的就是你给人家的感觉 你是不是给人家感觉 是一个有诚信的人 你的那个人格的魅力 还有你对路线政策的选择 这个才是最大的重点 所以我就游盈隆去再讲这件事 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两次 新北市长你都选得很顺 那你就觉得你可以选总统 不是的 所以郑立文讲的话也是很对 他认为侯友宜到目前为止 他就认为他要进入这个激烈的 总统大选 他该面对的处境 跟自己准备的条件 他还没有适应过来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是 来 请教惠文兄 前子是这样子的 你刚刚帮韩市长按赞 我也愿意帮韩市长按赞 我觉得韩国瑜他已经人质易尽了 现在就是说侯友宜 他会不会在礼拜天的全代会 这个当面 这个你应该正式的跟韩国瑜道歉 我觉得韩国瑜他出席这个全代会 他是为了国民党 为了这个整个国家的大选 他不是为了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你也不要再参加是兄弟 他不是为了你去的 他是为了国民党而去的 这个差别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看联合报这个特稿分析 我真的是觉得联合报对韩国瑜 非常的有敌意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对国民党总统选情低迷 非律整合充满焦虑感的犯难支持者 已经把焦点集中在韩国瑜身上 这怎么会是焦点 怎么在韩国瑜身上呢 他是啦啦队 他以中评委的身份去参加全代会 怎么他会是焦点呢 韩国瑜当天会有什么样的发言跟动作 以支持者以及韩国瑜自己 未来在大选动向最后且唯一的机会 即演出 韩国瑜要演出什么 怎么最后什么 我觉得联合报这种 非常对韩国瑜非常不礼貌的 这种 我不晓得到底韩国瑜得罪你什么 我不知道 没关系 但是我最后来讲一下前子讲的民调 前子我们一般讲说利空出境 还有一种叫做利多出境 本来前子告诉我们说 在国民党全代会之前 TPBS会做第五次总统大选的民调 现在没有关系 现在延到全代会之后 但是前子我必须讲一个 比较乌鸦嘴的 假设在全代会之后 侯宇还是第三呢 假设礼拜天的全代会 全党团结 韩国瑜也去了 韩本也回流了 然后就如同我刚讲的 如果利多都出境了 那你还是第三怎么办 怎么办 那不是完蛋了吗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 偏南选区的民调 前子中我补充一句 如果他在台北市偏南的选区 他还是第二名的话 那就换人了 偏南的选区你还第二名 那其他选区你不是 不是更惨吗 你在偏南的选区都还是第二名 你在偏南的选区 你一定要是第一名 因为观众朋友 第二名是不会当选 只有第一名会当选 前子后 最后我获得第二名 第二名你还是落选 第二名跟第三名 这没有什么差别的 好不好 所以我告诉国民党 不要把这个大拜拜 讲得很重要 因为你 我请问观众朋友 下个礼拜怎么办 当你礼拜天 大家喊团结之后 假设下个礼拜做出来 侯宇还是第三名的话 那就完蛋了 那就完蛋了 其实就我所知 韩市长他7月23号会来 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 最近不断的有很多谣言 说什么喉下寒上 他觉得这都是空射来风 根本没有人问过他 再来一个就是 最近真的太多太多 包含郭那边有很多的动作 不要说是吃豆腐 但是也让他觉得 好像是都会有人 因为这些动作刻意解读 他是不是挺郭 或者是不挺喉等等的 包含上之前郭台铭董事长就去北农 那北农其实最直接的关系 大家就会联想到韩市长 对不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 干脆我要杜绝这一些一切的谣言 一切的纷扰的话 那就是我出席7月23号的全代会 我直接让大家知道 我就是力挺侯友宜 我直接让大家知道 我今天就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挺谁就是谁 可是刚刚慧文讲说他不是 他是挺国民党 我觉得不管是国民党 他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国民党今天提的人是谁 就是侯友宜 那其实侯友宜跟国民党 你说两个要切割 我觉得也很难切割 对啊 应该是说不可能 没有什么切割的问题 所以挺国民党就是挺侯友宜 今天7月23号去 其实就是挺国民党 就是挺侯友宜 成为如果下礼拜民调 侯友宜还是第三名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民调 当然一切都会要 一定都要努力 现在没有什么假设性了 在民调之前 不管是民调之后 我们都一定是要努力 但是7月23号 他绝对会是一个比较像 就是比较一个 有指标性的一个活动 在大家看到 23号团结的国民党 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 下载之后 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闻 和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20秒之后 新闻大白话 我们准时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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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